内地又有多个监管科技行业的消息 加上有传,美国正是讨论调查中国的补贴政策 长远为加征关税铺路 说估今日低开低走 日中一度跌超过500点 低见25,661点 一下就开了回来,跌幅略为扩大 暂时日中低位已经是25,647点 但仍未碰上星期四的低位25625 不过,若我们看过保利加通道 指数又再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轴 要留意,顶部由上星期四开始加快下移 限制指数的回升空间 目前日线图的形势已经变为偏淡 另外,我们转看DMI DMI的正DI,有较大机会在短期之内跌穿-DI 如果真是跌穿的话 而ADX即橙色这条线,仍然在20G上 那就确认下跌动力大过上升动力 不过,若我们转一张周线图去看 要放大一些字,就粘在一起 周线图有什么要看呢? 8月20日的时候 8月27日和9月3日完结的这三个星期 合共形成了早晨之声利好转向形态 截至上星期收市,港股连升了三个星期 累计升幅有超过1300点 中线是否已经升完呢? 早晨之声是阴阳烛分析法之中 威力最强的利好转向形态 量度升幅目标多数会是前跌浪幅度的0.618倍左右 事实上,若我们参考了OBV 我们集中看的是,指数分别在7月底 7月底和8月底创过两个低位 当时的局势是一浪低过一浪 但同期的OBV并没有跟随 实际的具体数字都分别写了给大家看 即是说,OBV出现了背驰现象 之后,指数就出现反弹 而同期的OBV就已经升到之前几个高位附近 即是反映好友,明显采取了积极的反弓态度 在这趁低吸纳 明显是为了他们预期的后市升浪进行部署 所以,我们有条件相信 港股在短期调整之后 中线仍然有力向上 与你一齐并肩作战